欢迎来到名人VTV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瑞斯新发型 网友 这太孕了吧 最近赵瑞斯在平台上发了自己的新发型 不得不说 他驾驭的这个风格很多 这个也太孕了 赵瑞斯 1998年出生 中国内地女演员 赵瑞斯的演艺生涯可以终速到2015年 当时他参加了《芒果TV》的选秀节目《超级女生海选》 这个意外的红遍网络的经历 让他开始接触到演艺圈 紧接着 他在湖南卫视发展 因出演火星情报局而成为终极特工 赵瑞斯的成名过程中 他的剧作也从网剧渐渐转向音线大制作 合作的都是一流的大牌云星 他的成功是资本引导名义的成功案例 同时也受益于自身条件好和真实的性格 他并没有因为成名而骄傲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定位 并不断挑战自我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不凡的演技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95花鼎流赵瑞斯最近已经飞底横店 为他与刘雨宁搭档主演的古装新剧《珠连玉幕》进行试装 而这部戏将是他继《长歌行后》的夜仪立作 于21日宣告杀青 令粉丝惊艳的是 赵瑞斯近日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美罩中 居然展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新造型 他竟然毅然决然地剪掉了他那经久不衰的长发 将发肠流过心变成了过筋的中长发 发色也由棕色转变为生黑 这可谓是赵瑞斯出道以来最为大胆的一次发型尝试 不禁让网友们纷纷点赞其俏力感十足 心形象依然令人眼前一亮 去年 赵瑞斯与吴磊共同主演的古装剧《辛亥灿烂》大获成功 今年更是凭借校园爱情剧偷偷藏不住的甜蜜演绎 人气迅速飙升 这种火爆局面不仅限于国内 赵瑞斯的Instagram粉丝已经逼近300万 这足以证明他在国际间的知名度也在不断攀升 刚刚迎来25岁生日的赵瑞斯 在当天回到了他的家乡四川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 与粉丝们共同庆祝 与此同时 意大利奢侈品牌Versus不仅之前邀请赵瑞斯前往米兰时装周光看秀场 更是在他的生日当天正式宣布他成为全球品牌大使 送上了一份非常豪华的礼物 让赵瑞斯的光芒不断扩大 而如今形成紧张的他已经于14日分底横店 接下来的几天将投入到新剧《朱连玉幕》的视装工作中 该剧定于21日正式杀亲 尽管赵瑞斯与刘宇宇宁连玉主演《朱连玉幕》在宣布后 引起了两方粉丝的强烈抵制 甚至因剧组拒绝粉丝的应援活动而引发了争议 但目前看来剧组已经毫不动摇地开始了拍摄工作 粉丝们的抵制似乎已经无法扭转 然而赵瑞斯近日的新发型却再次给粉丝们带来了惊喜 他突然间剪掉了多年来一直保持的长发 焕发出崭新的造型 过去赵瑞斯几乎一直以长发示人 分明的发样令人面线不已 然而为了拍摄电影 他不得不频繁地染发 甚至常常不到一个月就要染一次头发 平日里 他更是经常进行烫卷 拉直等各种载型处理 导致发质受损 断发现象时有发生 或许是由于长发保养不易 赵瑞斯这次果断将原本过心的长发一刀 剪成了过筋的中长发 发色也由棕色变成深黑 更凸显了他白皙的肤色 赵瑞斯近日在不同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一系列不同风格的短发照 有的素颜 有的带妆 其中有两组照片 他戴着毛帽 搭配微卷的发尾 呈现出一种十分俏裕的感觉 粉丝们纷纷喊道 近年来最短的发型 短发太可爱了 而在成都泰国里VS店 有幸目击到赵瑞斯短发新造型的网友们 更是成为了第一批见证者之一 赵瑞斯顶着素颜 与网友亲切合影 展现出了极高的亲和力 此外 他还在抖音上分享了一段顶着短发 穿着白色细肩带礼服的神秘舞蹈片段 他的手形成的爱心动作瞬间引爆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作为一名新近似小花旦 赵瑞斯的演艺之路可以说充满了挑战和机遇 再看看最近这几张合集 确实有种韩国明星的味道 风格多变 气质纷繁 下面这一组又是偏青春风 依旧有点18岁少女的感觉 下面这个感觉像是韩国物女的电视剧的感觉 演技颜值再现啊 在演艺事业中 他的成功力程证明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学习是成功的关键 未来 他将继续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 期待他在演艺事业中创造昏黄 诺业中的精英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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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